第五十四集 李管家,怎么了?我要去陪陪父亲的 小姐 他支吾了半天,终于是下定了决心似的说 和您同来的那个,是,是谁? 我一愣,才想起,沈西遥来前曾派人叮嘱过了 此次他来不量名身份,对人就说是一个昆宁宫里的侍从 我虽不知他的用意,可是却是遵照的 那是我宫里的一个侍从,怎么了? 我的心狐溢了起来 李平福停了停,语气有一些恨意的说 老爷的死,不是因为那病 夜色中,他的目光里是冰凉的沙翼 李平福做过陵福管家多年,是最重心于父亲的 脾气性子也是耿直 我看他摇紧了牙齿,拳头握紧,心悬了起来 你是说,父亲不是因病而去 那是 我按着自己即将要跳出的心,盯着他那双布满了皱纹的眼睛 老爷,是被人下毒害死的 好似晴天里的霹雳,我晃了晃 一手扶住拱桥上乌木的栏杆 一手的滑腻 不知何时,我已经发出汗来 下毒 下毒 我几乎无法说出这两个字 李平福点了点头 我看着他,目光惊亮 可有证据 他愣了下,摇摇头说 小姐,那是慢性的毒药 不可能的,御医都在这里,怎么可能是慢性的 李平福的脸上,此时就浮上了一层悲气的恨意 他一字一顿,咬牙切齿地说 就是那些御医那量要当谎的 老爷才喝下那慢性的毒药的 我的心如鸡雷 可是面上却是平静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说 李平福的脸色变了变 我看出了他心中的犹豫 我叹了口气说 既然你叫住了我 又告诉了我 那么,应该是打算让我知道全部的吧 我的声音低沉 温和中带着压力 他争了一下 突然直视过来 小姐 就是今日和你来的那个侍从直视的 夜色很浓 月亮都不见 大哥跪在我的对面 精神不大好 我看着那火盆里燃烧的纸钱 还有灵堂里 不灭的烛火 我是清醒的 前所未有的清醒 李平福早些时候 对我说的话 依旧在耳边回响 我回忆起 沈西尤之前的那些 一赏而过 却令我不解的神情 如今 随着李平福的话 总算是全明白了过来 小姐 你要小心啊 这样的人在身边 还是要早早地出去啊 一定是那个和老爷有戏的大臣指使的 李平福担忧地对我说着 我只有苦笑 只有静静地 看着他 听着他说 那日里老爷精神不错 很多大臣来看望老爷 也不知他是和谁一起来的 我去厨房端些点心 想着御医们终日在府上照料老爷的病 也是辛苦 就又端了一点点心过去 御医们住的地方 可是往日里都藏着的门 那天闭着 私下里没有人 只有窗开着 我以为太医们在休息 便想走到床边看看 如果真的休息了 我就不打扰了 结果 我看到这个人跟太医正在说话 说什么要的分量不要太大 重要的是 要慢慢地起了效果 不被人察觉 李平福回忆着他所知道的 我只有静默地听着 可是心里 却是起伏不定 恨意包裹了全身 开始我还以为他也是个御医 可正要走时 太医正问了一句 那么要再多久见效呢 他笑得邪恶 很轻地说道 也不要太久 灵大人再使日子太久了 记得那你们来又是为了什么 当时他的目光扫到了我这边 还好我藏得快 没有被他看到 我就赶忙地走开了 我看着他的眼睛 里面是恐惧 我压抑着自己的情感 平和地问着 那 你为何不阻止父亲 为何还要给父亲喝那样 你明知道那样 我说不出那两个字 李平福摇摇头说 小姐 药都是太医亲自端到老爷床边 看着老爷喝的 我私下里跟老爷说了 可是 可是老爷一直都不信 我说定是什么大臣死鸡害老爷的 可是 他又犹豫了起来 我不由上前一步 站在他的面前 直直地看着他 可是什么 夜风 吹得我浑身发凉 我不敢去想 但又不得不想 可是老爷问清楚之后 说了句什么 什么不得不死的话 就 李平福哭了起来 我的心 却是深深的下沉 那 是一个无底的深渊 君要 沉死 沉 不得不死 难怪爹爹要辞贯 也难怪爹爹 搬来了大哥府生活 原来我的爹爹 一直是生活在极度的危险之中 在那世人看来繁华四锦的荣耀下 是世人无法看到的杀鸡重重 可是 我这个女儿 却在那深宫之中 以为一切安好 母亲 在我入宫后不久 去了江南探望三哥 如今 应是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吧 我嘱咐了李平福 不要告诉任何人 三位兄长和母亲 是一定不能知道这个事情的 我虽恨 可是为了林家 还是让兄长们 做他们的好臣子 毕竟 林家 是大西第一忠臣之家 父亲也不希望 看到林家 赴了沈家吧 我也很清楚 沈西遥恨的 其实并非林氏一门 只是我的爹爹 林相 林云辉 只是 这恨的缘由 是我们都不知道的 毕竟父亲 是有大公余朝的 如今盛世 沈西遥也是明君 做这等残害忠良之事 时令人费解 许是 我想得太久 太出神了 或许 是我的表情变化太多 大哥关切地看着我 小妹 你怎么了 我抬头 发现大哥担忧地望着我 我给了他一个很浅的笑 大哥 我没事 自己这时才发现 自己的眼里 不知何时满是泪水 父亲的病 后来是越发地严重了 羽衣们 也是尽力的 只是 大哥没有说下去 深深地叹了口气 头低了下去 我环顾这灵堂 看外面呼啸的风 吹起落叶片片 如同死亡的蝶 心里突然间觉得好累 目光空洞了起来 心也沉重了起来 好净的夜 净到 我觉得恐惧 扑通一声巨响 我和大哥不约而同地站起了身 面面相去地看着对方 出了什么事 有家丁急急地跑来 大公子 小姐 不好了 老爷府里的李管家 偷糊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由南音播讲的 李皇 我不由地向后退去 心被人用手捏紧了般的疼痛 似能滴下血来 大哥立刻就迈出门去 我眼亮枪且焦急地跟去 前面火把重重 空气里满是胶烟的味道 李平府躺在岸边 浑身湿漉漉的 可是脸已经清白 海在府里的御医 上前看了看 摇摇头说 已经没有救了 说完 看着我和大哥说 之前是服了毒物了 我的心再次受到了冲击 毒物 又是毒物 我咬紧了银牙 心里已经没有了悲伤 全是狠 李管家是中仆 到时就将他葬在父亲的墓旁吧 我无力地说着 举目望去 灵府里的侍从几乎都来了 一个个都是哭成了一片 可是我却没有看到浩月 当年是李平福收了浩月 将他带回了灵府 我见他聪明乖巧 这才收了他成了我的贴身侍女 如今李平福身亡 他就算是他半个养女 按道理是要通知他的呀 我看了看站在这里的丫头说 你们谁去将浩月带来 这些人相互看了看 却没有人动 我加重了目光中的威严 终于一个小丫头走了出来 小姐 浩月姑娘 不 月美人在客室里 之前就说不让我们去打扰 毕竟如今的浩月姑娘 不再是丫鬟了 怎么 她不是丫鬟 我便不能换她来了 是啊 她已经是月美人了 但是 哪怕她是月贵妃 养父暴毙 于情于理 也是该来的 更何况 如今的我 传唤哪一个妃嫔命妇 他们赶不到吗 最后的一句话 说得威严无比 那侍女慌忙地跑了下去 站在湖边 李平福的尸首 已经被草席包了起来 大哥在我身边低声地说道 小妹 又何必非要 月美人来呢 我没有看大哥 只是看着那漆漆夜色下黑色的池水 大哥 毕竟浩月是黎管家带进府里 黎管家视她为亲生女儿 她也是一直感激着黎管家的 哦 我将她安置在了客房里 已经是个美人了 我点了点头 不再说话 小姐 浩月姑娘不在房里 一个丫鬟跑过来说 我愣了一下 心里担忧起来 这么晚了 浩月会去哪里呢 难道 黎管家也对她说了 她不会 先前我住的那间屋子外 我静默地站在那里 悲凉地微笑 里面是两个人的身影 在烛光的投影下清晰可见 有声音传出 我安静地站着 细细地听着 皇上 小姐定是去灵堂了 皇上累了一天了 还是早些休息吧 是浩月温柔的声音 沈西遥那边应声 点了点头说 嗯 夜深了 你也早点回去吧 她的声音淡淡的 又疲惫在里面 我听到她的声音 就不由得一颤 心里包含了太多的情感 手是紧握的 牙是紧咬的 皇上 奴婢在这里陪伴皇上 想当初 小姐刚进宫一个人晚上睡不着 都是奴婢陪着的 浩月的声音里带着温婉的笑音 可此时我听起来 却是那么的不合时宜 沈西遥没有说话 一阵静止之后 浩月的声音再次响起 皇上 奴婢失忆了 替皇上赎罪 你何罪之有啊 可是 和之前不同的是 这时 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讲 皇上 奴婢自小就在灵符里 做小姐的贴身侍女 做朋友老爷当初的收留 如今奴婢 早就饿死街头了 浩月的声音是那么的悲气 可是 我却能听出 那悲气之后的用意 沈西遥停了很久才说到 饿死街头 如今会有这当事吗 朕竟然不知 还以为早是太平盛世了 她的声音是严肃的 浩月许是没有想到 她会如此的反应 尹是停了一阵不说话 当浩月再说时 已是巧妙地换了话题 皇上 刚才奴婢进来的时候 皇上睡在了桌子上 想来一定是很累了 皇上 还是早些地安置了吧 那声音里 是完全的关切和柔和 我摇着头笑了 浩月 如今是机灵多了 可是 这机灵 却不再有那当初的单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按赞 订队